近日有外媒报道 美国农产品仍然面临滞销的情况 以大豆市场为例 预计到8月31号 美国大豆的库存将超过2700万吨 创下历史新高 对于大豆卖不出去的窘境 美国非常着急 此前就直接要求日本购买 这意味着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大门将向美国敞开 而日本农民将遭受巨大的外来竞争压力 除了日本 美国还找上了欧盟 8月初美国与欧盟达成了牛肉出口协议 欧盟对美国的免税牛肉进口量大幅增加 如果协议得到落实 那么美国对欧盟的牛肉出口额将从1.5亿美元增至4.2亿美元 日本和欧盟都屈服美国 原因在于美国多次都拿汽车说事 这使得日本和欧盟非常担心 只得选择顺从美国 尽管日本和欧盟的妥协保住了汽车厂商的利益 但是当地农民的处境可就难说了 环球热点 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